哈囉 這是現在 目前大師家裡的進度是 要做那個冷氣 所以他在拉管線 所以就是那個孔啊 他都已經 拉那個冷煤管了 然後大師有做全熱交換器 那全熱的話 預計會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排氣會從這個地方出去 從廚房後面出去 到後央塔那邊 然後 這是這個是客廳的 位置 客廳的位置 客廳冷氣的位置 然後管 管線要從這邊拉拉拉拉 然後到這個地方 原本就這個頭而已 就只有這個頭 然後這個是他 冷氣上配的管 他這樣子 可以留在那邊嗎 我真的很懷疑 那是可以的嗎 應該是可以吧 然後這邊孔是 吸外面的新鮮空氣 然後就從這個廚房後面這個地方 走走出去這樣子 走到後央塔去 然後這是 臥房的這個 藍道上面 管線也有拉了 然後又拉到這裡進去 這個臥室進去 然後大師的工作室也有 在這裡 這個地方 這個大師工作室 這個地方是交雜最多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我的那個 室外機放到這個窗戶 窗戶外面 所以這邊管線是最多的 你看那個管線 他管線配的還不錯啦 然後這邊是冷氣的那個 那個室外機電源線 然後這邊是大師的主臥室 然後管線都一拉 他這拉蠻漂亮的 然後這裡來 然後大師的主臥室 記憶在這裡 有點暗 沒辦法 我下方過來的 沒有燈 OK 就這樣 都忘記我手機可以開燈了 就是這樣子 OK 然後發現就是 這個 因為這被撞到了 因為原本是沒有這個的 因為這蠻明顯的 剛才大師工作室的地方 應該沒有忘記開閃光燈 就是這樣子 OK 然後這個這個地方的其實是大師的 客房 走這邊走直線 基本上他都沒有 太多灣區啦 這樣應該是對的吧 我也不知道 然後就是排水管在這裡 這邊是出去的 去那個 往客廳方向那邊 經過一天 就變成這樣 我是不是帶一個清潔機給他們刷一下 不然感覺好髒喔 我受不了 我下次去買 買工具 來好了 然後這個是大師買的那個 全熱交換器 兩萬多吧 三萬 是150 105的交換功率的 然後 因為他建議我建議我不要買到250的交換器 他說會很吵 價格差不多 大家我想說價格差不多就買250 但是 他說那個出風口的噴貝會很吵 所以建議我買150的就好了 那我就相信他了 這些就是他們的工具 對他們給其吃飯的傢伙 對 這個 冷氣是一定要給他們裝的 然後這個 就是被撞到了 然後我一直忘記那個洞是幹嘛的 都忘記這個洞是幹嘛的 這客廳的剛才那個 冷氣的地方 然後這邊 應該是西風的吧 我也不確定 應該是 然後我的那個 設計公司是找 龍美家居 然後被大城剛收購 在做裝潢 這龍美窗簾他們 要是有一些 規則還不錯啊 至少我訂規則貼在這裡 然後 請勿洗煙 膠檳榔 飲酒 安全第一 是最重要的 這些是 我的那個蓋板 這是蓋在我那個牆壁上面的 這是他的銅管 應該都是 一定都是正版的吧 我也不知道 酒片 然後酒片 應該是正版的吧 相信他們 這我怎麼推 只能相信他們 然後這是 大師的廚房 已經變成這個樣子 被包成這樣 包包 包沒有我想像中的 像那種很 很精緻的感覺 好像本來就是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 因為反正是保護 我就是這樣子 對 好啦 就這樣 大概 也沒什麼問題 他說明天會 在 把管線全部都拉好 對 就看他 全都交換機 看明天會不會固定上去 這樣子 就是中華 真的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你要盯很多細節 大家就這樣子 對 祝我好運 大家在這個地方 開一台直播 我就會住在這個地方 坐在這邊 跟大家聯銷圍 這是我的工作室的 冷氣在這裡 在這個位置 其實空間都蠻小的啦 沒有想像都很大 看圖就覺得很大 你要想像 好啦 就這樣 好,這我廁所 OK 我再親一下 就這樣 好啦 冷氣的管子已經做差不多了 現在就是 等天王板 坐上去就好了 然後這個是存下來的 這應該就是 出風口吧 對,應該出風口 對 為什麼它是垂下來的 我也不知道 我以為它會先 找東西固定之類的 因為現在到時候木座 一定有很多灰塵啊 這個一定會長到灰塵 裡面一定會長到灰塵 而且它這樣垂久會不會掉啊 好 就是 現在管線有彎區啦 就是 這些全對交換器的管線有彎區 其實都比較不好 因為風口會損耗 也就是說我主臥室啊 損耗會最多 因為風是從客廳那邊洗進來 然後 管進我這邊的客房 然後再到這裡 主臥室裡面 然後目前那個 排水孔那邊有些蓋子蓋子 可是 排風管 排風管沒有 對 這邊也是垂的啦 這邊是大師的工作室 然後以後那個東西可能是我可以 去做開關動作 就是把他擋住這樣 OK 然後我一進來就好臭 比重點還臭 然後把水管都擋住 然後這是主臥的管線 配到這裡 選擇的風管 到這裡 好像我兩個管子會到 從主臥穿過來到我的工作室 也就是說他會先經過我的客房 主臥 來到我的工作室 我原本以為他會走這裡 但是因為 這個管線 應該擋不住了 所以這邊只能給了煤管去走 然後這邊 就沒辦法給那個全都走了 我原本是規劃在這裡 就沒用到 花了這筆錢 因為我不知道他這個管線是坐在這 當初刻變的時候 他們根本不知道管線會走哪裡 所以我也沒辦法知道 多多亂費一點錢 你看這個 這個原本是給全都 挖了就沒用到 真的是挖了都沒有用到 因為那管線剛擋到 為什麼我要坐在那裡 因為我不知道 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當初的管線是在哪裡 因為劍沙也沒有說 哎 就是 刻變的時候 一定一定要注意這件事 不然已經挖了一次錢 然後主臥的這個白水管 目前也有風險 可是 另外一件的那個凹槽是合理的嗎 要再問問看 然後這個是 從客廳出來的 拉出去的管子 然後 然後 到這裡 這邊就行 可是我覺得這個西方有點小 然後這邊排到台 拉拉拉拉拉 拉動長 一圈 那一圈 到這裡來 超長的你知道嗎 其實 其實原本不會這麼長你知道嗎 原本 原本我們是要放在這個位置 但是因為 機器的關係 所以 他 會擋到那個管線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啊 原本應該在那裡 然後我只要旋關這邊 天花板是矮的 然後我這邊就可以拉扣 可是現在變成說 我的 我的全的 直接在我的餐桌 上面 對 也就是說 室內空間會 天花板會把他壓到 壓到一點位置 對啊 所以可能會被矮一點點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樣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啦 管線這樣走我也不太懂 但是 好像也只能這樣子 原本想說的 都是走直的走直的 好像沒有辦法 對啊 好像沒有辦法 看起來是沒辦法 那我買的是台大電出的這台 因為他 他比較薄 比較薄 所以基本上 你天花板的空間會 比較沒那麼壓縮 然後他維修孔是定在這個地方 還蠻大的 OK 所以到時候換綠心 就從這個地方換 好 然後這些腳踩 都是天花板的腳踩 他們今天有禁掉了 然後工具 跟他們這個神具 我每次都不懂 這個神具到底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他們的木桌師傅 這個切的平台 這邊寫個神具呢 知道了可以告訴我嗎 為什麼要寫神具 OK 然後木工師傅的 必備 工具 梯子 然後這個 膜 應該是切 切木板的工具吧 然後我的廚房 放冰箱 已經變成這樣了 都是他們工具 到時候明 明天他們進腳踩的時候 應該會放那些燈 到時候明天來 應該會更亮一點 好 我的廚房 包的這樣 我朋友的 裝潢的廚房沒有包 沒有包 我整個包起來 其實這樣包還不錯 對 OK OK 我也不知道這台是什麼 對 反正這是工具 然後水 然後我要給他們 我有給他們衛生紙 廁所給了衛生紙 廁所給了一個衛生紙 我不知道會不會用 對不知道會不會用 啊 最後 就到這邊吧 這一集就到這邊 我也不知道講什麼啦 就是這樣 細錄一下目前的進度 看到家 自己的家 慢慢 慢慢做出一點樣子 還是覺得 啊 可以趕快住 可以趕快進來住就趕快進來住啦 好啦 那就這樣子喔 那就繼續期待大師的 繼續期待大師後面的 裝潢日記 裝潢日記嘛 好啦 裝潢日記 工廠真的超臭了 沒事真的不要來 這是等司機是跟你回報 有問題再說就好了 就這樣子 那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VVVD 還有GISCO 感謝各位 今天的收看